接着有一个D类的问题,就要用到一个这样的恒等式 这个通常就是我们刚才的C类的一个延续 如果你看到一个这样的问题 2cos2d加sind-1等于0 你就不能够做C类的Feterization 因为大家都像不同variable 一个sine 一个cos 所以在这里为什么用到这个? 因为我们知道cos2是可以换入sine2 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 用刚才上的恒等式换入 这个 一定是换个square 才能够出一个sine 因为这里不能够换 那你再拆拆一下 全式再整理一下,就又再是quatralic equation 然后又好像回到C类 所以我们在这里 再跳快一点 你可以按计算机 2-1-1-1 那就能够出负二分之1和1 那你当作是quatralic equation 不过它的variable是sine theta 所以能够出这两个答案 好了,sin是负二分之1 做过很多次了 所以我们的reference angle是30度 负号,摆T位,摆C位 所以讀出来的角度是这两个 sine theta 等于1 这个也是typeA的special case 所以一画图 等于1 角度是90度 所以这个就是typeD